106页吧 然后问题为这个东西 这是几月呢 请他输入 OK 逻辑大概这样 所以第一个 当然我们会需要什么一个清单 1到12 我刚刚讲过了 第一个呢 我们会需要 从那个以色列里面产生最快 如果刚好 你这边会有1到 我们把它横向拉 1到12月 那将来我会需要做什么 做一个叫 所谓的串列 所以我把这边串列名称叫 Mence Street的名称 这个我们自己定的 那等于后面的话 就是这一些 你就是一个中瓜糊 里面现在没有清单 那清单呢 当然你要把Excel东西放过来的话 其实 我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的习惯 有的时候其实Python里面 常常有需要资料 可是资料通常在Excel里面 要不然你就写程式把它读过去 要不就是如果没有复杂 你就直接向我用一招 你先横向 先输 我刚刚讲 你就先输入一个1月份 January这个 然后向右拉 拉到第12月 然后把它Ctrl C Ctrl C之后呢 我的习惯是直接什么 把它贴到那个什么 贴到记事本 记事本里面的话 它中间会分隔符号 就变成一个Tab 定位点 如果你的定位点 你可以把它取代成什么 它中间变成前后双影号 然后逗点 有没有 一个前后双影号 这边的话你可以用取代的方法 先把这个复制一下 取代 取代什么呢 贴上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Tab 或者你按一个Tab 把Tab跑到这边 所以你可能要用贴的 把那个贴过来 然后取代成什么 前后双影号 有没有 然后中间加多点 按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后的话呢 头没有 补一下 尾没有 补一下 这样就OK 你就把这一串怎么样 把它贴到 复制之后 再贴到那个Python的程式里面就好了 记得 贴到中瓜5里面 中瓜5我之前讲过 它是一个串列 所以如果说 你有很多个资料的 清单 你记得就用串 因为串列在Python里面非常重要 它就有点像什么 在eSale里面的 这种一栏的概念 但是问题 eSale里面是看得到的 但Python里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比较抽象一点点 但是概念都相似 那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东西贴到这边来 好 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说要抓第一个的话 抓第一个 CB3就是曼Sale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曼Sale里面的中国阿湖 抓第一个的话编号从0开始 所以0的话就是指的是这个1月份 这个是1指的是2月份 2指的是3月份 1是类推 所以12月的话就是多少 11嘛 对不对 也就0到11 但是其实这边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变成说你的月份的位置 它不是从1开始 那月份刚好1 结果它实际上的位置在0 结果它实际上的位置在0 感觉就相差1 那我的习惯这样 常常写程式的时候 你一直要去想说到底是要加1 还是要减1 非常的麻烦 所以后来我想了一招 以前写程式不问是哪一种语言 加1也是一样 我就索性干脆怎么样 前面怎么样 补一个空的 逗点这样OK吗 也就是说0我不管 反正你就是1 反正你就是2 也不用管 反正你的位置就照着你的月份就好了 这样的话会比较直觉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是在这边先新增一个清单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要乱数去抓里面的其中一个月份 比如我一直行 乱数抓一下 把我这个月份是几月份 乱数 所以每一次跑一下 它基本上都会有不一样的月份出现 好没有 每一次都不一样 OK 那我要怎么每一次都不一样 特别重要 这边你可能要学会一个叫random 所以input一个random 这个random跟java 几乎一模一样 那random这个东西主要是什么 乱数抓一个值 乱数抓一个整数的意思 那个整数是怎么样一个范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random 前面用一个month去接 这个month的变数意思就是说 我要乱数抓一个月份 帮我存起来 那我怎么怎么产生呢 input一个random 底下的话就random 后面的话就是加一个什么 点什么呢 点random 其实这边有个int 有个random range 不过坊间我看书籍蛮常用random int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干脆我用random range 为什么 因为random range 它跟那个range的概念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产生的数字是1到12的话 那你就数字多少 1到13嘛 对 如果你用random int的话就是1到12 random int是1到12 random range是1到13 那两个其实坊间都有人用 那两个其实坊间都有人用 只是我自己觉得 我不太喜欢就是说一直记一些 这边要用这样子 这边要用那样子 我干脆用一字好了 所以我干脆只要乱数我用random range 反正以后就跟那个range是一样的道理 我如果要产生1到12的话 那我就1到13 有没有 把他那个后面的数字减1就是我要的那个 那他就会乱数帮我跑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他乱数帮我跑一个3出来的话 他就3就存在前面 那这个3他会去再跟那个mins stream加在一起的话 他就抓0123 就把march抓过去 OK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在底下判断那个什么呢 让使用者输入 input 帮我输入什么 问题为 串接一个什么呢 mins stream 有没有 加上一个month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他乱数产生一个3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刚好放在这边 这个应该 August的话 那他基本上就是 帮我抓到 等于是 后面的那个月份 比如说他抓到8月份 那这边的话 假如说他乱数产生一个8的数字 那我这边呢 就把8过来 自动去把那个 那个值抓到这边 有没有 问题为 这个是几月份 OK 就显示出来 所以底下的话就有一个 一样把它再转换成int 或者用eValue 为什么 因为我们输入之后的话 假如输入的是一个5的话 基本上呢 他input是自串 把它转型 那后面的话呢 就开始做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 特别说底下 其实你只要写一个什么 while 特别说这后面蛮有趣的 我写一个eValue 你想说后面不是要一个逻辑判断吗 那为什么写一个eV呢 我刚刚讲过 eV的话实际上就是true 那true意思说 while是后面的逻辑true就进去嘛 他就意思说 我就直接写一个无穷回劝 无穷反正就一直进去就对了 直到呢你答对为止就对了 所以以后的话 一直进去那个问题里面 直到你答对为止 那你就写成这样就好了 我的希望true跟e 我讲过了 当然懒人写法打个e最简单 while e冒号 所以这个最好记 while e冒号做什么呢 如果呢 他书 那个乱数产生那个月份 跟他输入月份的数字一样的话 那表示答对了 break掉 反之的话呢答错了 答错之后的话呢 后面就是让他继续回答 所以特别注意 我就把上面这一行 再复制下来 让他继续回答 继续回答他又 因为无穷回圈嘛 他又继续输入 然后继续回答 直到他答对才break掉 ok 所以其实程式并没有很复杂 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建立一个清单 ok 中国阿湖 第二个的话呢 用random去产生一个乱数 并且让那个使用者回答之后 两边比对一下 有没有match 如果有match的话呢 才答案正确 离开 ok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无穷回圈的判断 不过喔 如果以这一题啦 请各位变化 想一下 如果他最多呢 因为拆 一定拆很多次才能答出来 好像不太公正 所以呢 顶多只能让他拆三次 如果他三次拆不中的话 那就不能继续 让他继续拆的话 诶 那怎么办 回圈部分怎么改 只能拆三次喔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一题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无穷回圈 就无穷回 意思说让他不断去输入答案 如果答错了 继续回答 可是好像如果这样不合理 我希望呢 能够他答三次以上的话 不能再回答了 你答的次数太高了 如果你再回答的话 等于就乱猜 所以如果最多你只能答三次 三次到了 你就不能再回答 那这个地方怎么改写